大家好,我是MKC主播宜珍 今天又来跟大家分享 引法族油气参与 以及油气需求之探讨 由于时代的变迁 在社会结构与就业形态不断的改变之下 一旦引法族无法妥善安排 及调试自己退休后的生活 而使得身体机能快速退化 及心理层面无法适应的通失 看护与照顾的责任 随即落在子女身上 因此国家在未来发展中 该如何因应及改善高龄化社会 将成为无法忽略的课题 政府在规划老人福利政策时 除了因满足医疗照顾 及生活之基本需求外 更应该注重其他层面的福利 引法族参与休闲油气 对生活调试上带来相当大的正面效益 不仅可以促进身体健康 还可以释放心理压力 降低忧郁 提升自我认同感及安全感 更可以增进营法族生活满意度 培养独立的生活能力 因此未来在开发老年人口休闲油气 必然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 不仅可以减少社会医疗照顾资源 还可以提升地方经济发展 休闲参与是一种由目标引导而产生的行为 其目的在于满足参与者的个人生理 心理及社会需求 及参与者依个人的需求 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 下去选择从事休闲活动 在体验的过程中产生的最大满意度 一般而言 个人特质所居住的工作生活环境 以及所处的社会背景 都会影响个人对于休闲活动的认知 参与动静及偏好 进而影响选择休闲活动项目 以及参与的方式 在参与休闲活动的过程中 个人主观意识及体验 会对身心造成影响 更进一步的影响到整体生活 以及休闲生活的满意度 也会影响到工作的效率 不同背景法族会影响其游记参与类型 在性别方面 男性则比较喜欢从事文化体验活动 女性则是喜欢从事运动型活动 以及美食活动 在婚姻状况方面 影响有小孩者喜欢从事自然赏景活动 以及运动型活动 单身者则喜欢从事文化体验活动 以及美食活动 而在教育程度方面 教育程度较低者 喜欢从事运动型活动 教育程度较高者 则喜欢从事自然赏景活动 整合上述资料 因社会人口结构改变 导致影法族照顾日益重要 而研究证实参与游记活动 对身心灵皆有明显的正面效益 所以未来我国观光休闲产业需针对 影法族规划符合体能 适切性的休闲游记活动 以提升生活品质以及满意度 降低因时代变迁所造成衍生性的问题 而根据调查影法族最常参与的游记活动 为自然赏景 而不同背景的影法族 会影响游记需求以及游记参与 其中不同性别 以及平均月收入对游记需求的社交需求 有显著的差异 而不同的性别 婚姻状况以及教育程度 则对游记参与类型有显著的差异 建议游记相关产业 在未来开发影法族游记活动时 可多规划较不耗费体力的自然赏景 如观赏海岸景观、动植物等 而行销方面则可以透过报章杂志 或老人组织协会多加宣传 针对收入较高的年长者 可提供导览解说服务或深度体验行程 收入较低者则对人际互动游记活动较感兴趣 而目标顾客为整个家庭时 游记活动需多推行自然赏景 为年长者个人时则多推行运动型以及美食活动 最后建议政府单位可多对影法族参与休闲游记活动多加补助 因年长者参与游记活动不仅增加身心健康 减少社会成本还能增进地方的经济发展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我是主播宜珍 我们下次见